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纪轻轻的他还在读书 就已经获得了不少国内外的导演奖项 一起来看看这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导演 怎么样在中国北京追逐他的电影梦 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这对夫妻去见那个 拿到他们孩子心脏的那个家庭 谢谢 你们对我和肖仙的恩情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许女士 妹妹妹妈到时候 我的妹妹是得得得就得 我现在是在北京读书嘛 然后这一部也是我在北京拍的第一部短片 之前拍的短片都是在新加坡拍的 一直很想让这部片子在新加坡放一放 然后让我们新加坡的人看一看 我在中国拍的这个小短片 就情感都是同一样的 这部片子我希望就是 相伯人看之后能对自己的家人 有一些感触 跟能感到到他们 李昌荣的作品《种子》 日前在新加坡华语电影节放映 这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作业 他在2011年 从新加坡理工学院数码媒体系币 之后选择到中国进修 2014年他成功从一千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26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其中一人 其实我过去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我追不上 因为那边的就是竞争力很强 他主要是每个人都特别用功 每个人都特别专注 他刚去的时候觉得 哇好累啊 但那个是健康的竞争力 因为你没有别人跟你竞争的话 你也不会把自己推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北京电影学院就好像是少林寺 是电影的少林寺 虽然还是导演系的学生 但李昌荣的作品 已经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 其中就包括了第六届新加坡微电影大奖 他凭借《回家说再见》这部短片 获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音效 我觉得这个奖赏给我父母 给他们是一种交往 其实他们都一直特别关注我的作品 像我的阿嬷 她的墙上都贴满了我的那些报纸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 我家人都特别支持我 像我每一部片子 我的父母都要求我 我要是你的第一个观众 然后他们也会给予我评价 有时候我们拍戏真的是特别累 特别不容易 而有时候回家的时候 看到父母问我 就是今天拍得怎么样 今天拍得好不好 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推动力 我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我 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就是我拍的东西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我个人很喜欢拍照 我很喜欢出去拍照 我很喜欢出去 我不喜欢待在房间 每一天instagram我都得发一张照片 就是发那种 我拍的人啊警啊还有物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拍电影拍片子都是拍人嘛 人就有生活 生活都是在外头 你得出去找他们 有时候那种东西都是在片子里 在你的那个创作里 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那不是编出来的 也不是看书看电影能找出来的 我们看那种好莱坞的 那种超级英雄啊商业大片啊 它虽然是特别好看特别卖座 但其实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 其实也不太多 它就是一个消遣的一个 两个小时看来就消遣 但给你看完之后 你得到什么 对我来 对一个电影来说 我觉得很重要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工厂 对李昌荣来说 追寻梦想就必须坚定信念 努力不懈 日本黑正名导演 那时候拿了奥斯卡 那个终身成就奖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现在才开始知道怎么拍电影 我还要继续学习 那时候他都应该有八十多岁了 就热爱这个东西 一过了一阵子不拍的时候 就浑身觉得不知人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如果真的爱这个东西的话 你觉得富 百分之百也不够 百分之一百五十 有可能将来那种美丽 因为电影一种魅力 就是值得我们一辈子的追求 电影的魅力或许就在于 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个 反思生活的空间 不过要在市场不大的 新加坡拍出一部 所谓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可以说相当具有挑战性 没错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昌荣 他远赴中国北京电影学院求学 在那里大放异彩 而我们新加坡是不是也具备了 孕育电影文化的土壤 让本地新导演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呢 我们欢迎本地导演 顿宝翠 宝翠你好 你好 顿导演是第一部新谣纪录片 我们唱着歌的导演 是 欢迎你 我们身处在新加坡 你觉得新加坡导演 他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我们生活 在一个多元文化 多元语言的环境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很特殊 也蛮奇怪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最近 比如说吴俊峰拍的 这个Apprentice图形 他拍的是一部马来片 对 但是其实他是不懂马来话的 然后你说陈欣因 另一位女导演 他拍了 他在泰国拍的部 泰语片 但是其实他也不懂泰语的 那么最近呢 有个Raja Kopa 是个新加坡的印竹的导演 然后他拍了 A Yellow Bird 就是不归路 然后他里面呢 非常真实的反映了 那些印竹同胞的 这些底层的生活面貌 但是他里面有大部分的故事 其实讲中国客工的 一些故事 所以他其实也不懂华语 但是里面却有 掺杂了很大量的话语 所以我觉得 我们新加坡导演 有个特色 就是我们的包容力 还有我们接受力 是非常的强的 就是我们可以 接受很多不同的语言 来作为我们的拍摄题材 这样很多时候呢 其实很多新加坡导演呢 其实是用英文写剧本的 可是他们就很少 去拍英语片 反而就挑战自己呢 去拍了所谓的外语片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说回邓导演的那部 我们唱着的歌 你觉得这部片子里 你如何把新加坡 一种独特的文化 融入在片子里面 其实我们唱这个 这部华语人文纪录片呢 其实我觉得里面 反映了很多新加坡的特色 其中呢 其实它里面的题材呢 涉及到呢 其实新加坡有一代人呢 他们确实是经历了 语言政策的改变 而做出了相当的大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种 挣扎求存的一个环境啊 然后第二点呢 其实它也反映了 其实在新加坡 我们的校园的生活 其实是蛮多姿多彩的 从这样的一个 从校园里面爆发出来的 一个音乐运动呢 其实你看出 他们不止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其实呢这说老师跟学生之间 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然后呢 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友情呢 让他们可以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去创造自己的歌曲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校园生活 是非常的丰富的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从这些歌词也反映出 其实那个时候的 新加坡的中文水准 是非常高的程度的 是 讲到这样啊 我们看到目前 当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很多新进导演 越来越得到发展 可是好像不少作品 也是国外红了 红才回来的 那你觉得是不是 本地的这个土壤相对来说 不够养分 其实我觉得 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我们不需要杂根在本土 但是应该是放远全世界的 然后我是觉得说 其实如果一个导演 一个本地导演 可以在海外红了 我觉得这个是 不只是新加坡的骄傲 因为那个骄傲 也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们都在跟全世界竞争了 好像就是说 我们新加坡的 我们很引以为豪的 我们的游泳健将 Jover Schooling 他在新加坡受了训练 但是现在在美国受训练的 他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 这个是新加坡的骄傲 但是我觉得 也是属于全世界的骄傲 所以其实我希望的是 就是说 作为一个好的导演 他应该知道 他应该去哪里 去吸取养分 去哪里 去寻找他的土壤 然后但是 所以他必须砸根在本土 但是是放眼全世界 所以我希望的是 我们的文化 是会走出 我们的本土的导国的 我们要放眼国际 然后走得越来越远 是是是 我们今天谢谢 邓导演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做的分享 谢谢您 那么下个星期呢 我们将会继续播出 导演的专访 是 访问的是在去年 获得金马奖最佳 新导演的香港年轻导演 黄敬 听听他在指导获奖电影 一念无名的时候的心路历程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您可以到 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我们今晚的节目 也欢迎您到我们 诗诚有约 Facebook面部网页去留言 分享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诗诚有约 明天再会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